嗨 美式電腦的朋友大家好 這位是Tim哥 大家好 配得 對 我們今天這一集不得了了 要來好好解決一下我們的恩怨 沒問題啊 對 這個之前呢 我一直講說我都不用iPhone X 原因是因為我不喜歡他的Face ID 對 我就不喜歡 因為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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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太麻煩了 譬如說我放在桌子上面 現在開會 電話來 我覺得要拿起來 然後他才這樣 好 所以你很討厭 是嗎 我非常討厭就是 就是 我覺得脫不止 你看我要Face ID解鎖 我就要拿起來 然後再這樣滑 對不對 我要兩隻手 他才能進去 譬如說我如果在桌上 譬如說我現在訊息來了 我只要拇指這樣放上去就好了 他就解鎖了 對不對 對 指紋解鎖 直接放上去就要解鎖 沒解鎖 你手機壞了 你手機壞了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如果在跟 客人在講話開會 電話來或者我就這樣放上來就解鎖了 我就這樣看一下我為什麼一定要把手機拿起來 還是要這樣 少我嗎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個我真的有切身經驗 對 因為我有時候去消費用Apple Pay 結果那個他們店家說手機要靠近一點 我手機就 假設這個有Face ID 我就靠近一點 然後呢 因為要臉部接鎖嗎 說我的頭就這樣 要靠過去 對 那就完了 我懂你意思就是NFC的功能 就是在付款 對 他靠近 然後他會跳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 我們要Face ID 解鎖 不是不解鎖 就是確認付款 譬如說我放在口袋裡面 我一拿出來 我一拿出來就解鎖 就已經解好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要這樣滑 不是我 你就是說 你幹了壞事 對 你也有用Face ID 對不對 對 你眼睛 你是不是在睡覺 對 你老婆拿一手機靠近你就可以了 你眼睛不用睜開 我是沒關係 你就萬萬不可 哈哈哈哈 可是你知道 我們接下來的三款新iPhone 都是Face ID 把它取消了什麼 所以 因為我會買新機 狠狠的 看能不能利用這集 打一下這個 支持Face ID的臉 OK 好不好 他是支持Face ID 好 對 不一定啦 蘋果推出什麼 我就支持什麼 對 哈哈哈哈 其實 我也 我現在也支持Face ID 蛤 真的假的 所以你先跪下 哈哈哈哈 我先跪下 沒有 因為我覺得是習慣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現在這樣 你是決定你要不要看這個 我覺得我們先模擬 好幫我們試試看 所以這樣是解鎖嗎 對解鎖啦 那你剛剛讓它解鎖 啟動解鎖功能是又要再按這個 不是 你有按這個封鍵嗎 不是 他是先把它關掉 關掉 因為你通常 你訊息來的它會亮 對啊 對 它最亮的它就過來就可以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 你下面要再往上滑進去 我就是不能接受這個步驟啦 可是你這個步驟跟你那個 你手過來按的 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我只有一個步驟 蛤 我只有一個步驟 好 假設 等一下 我就是他意思啦 假設這裡是車架 對啊 欸有訊息 那我就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喔 你 我懂他的意思啦 對啊 有訊息 我也是一步驟 沒有你第一步是臉 第二步是手上滑 我沒有臉的步驟啊 我推的時候 他就同時這樣偵測 他還是黑屏的時候 他就在偵測 你知道嗎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來比速度 看誰快 好不好 今天要對決是不是 我今天就帶了三支手機來 對 我配的是iPhone X 用人臉解鎖 你是iPhone 8 Plus 所以是指紋解鎖 好 那我今天帶了三支 我用安卓來跟你們對決 好 我三支呢 第一支呢 這個是華為的P20 Pro 對 三鏡頭手機 他有支持指紋解鎖 跟人臉解鎖 對 這支 那這一個呢 是歐國的FINEX 他呢 他們叫做雙軌前往式的鏡頭 對 他也是支持人臉解鎖 而且他強調他人臉解鎖 對 打在臉上有15000個點的偵測 所以我就今天帶他來 好 再來就是 對 三星的Note 9 他的指紋解鎖在後面 但他正面呢 有紅膜解鎖 紅膜 眼睛的紅膜 跟整個人臉解鎖 所以我今天帶這三支 來跟你們P 好啊 那你覺得 你哪一個是最厲害的 然後哪一個是最爛的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都很厲害 是速度 是解鎖速度的問題 就是哪一個速度會最快跟最慢 好 那我們等一下用幾個不同的狀況來比較 好 那我的手機就輪流 好 好 那我們三個人每個人各出一個考題好了 好 來 對 譬如說我想出一個考題就是 假設說我們三個人都在開會 好 放在桌子上 喔 放桌子上是 對 如果需要拿起來了 就自己去拿手機就對了 看誰速度最快 我的考題是 手機先放在口袋裡 手機有訊息來了 對 我們要把它拿起來 對 從口袋裡面拿起來 解鎖 那誰先解鎖 就舉手 難喔 會是ID不行啦 我跟你說 都輸啦 你出一道題 剛剛沒有 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了 好 第三道題非常殘忍 就是 濕的手 濕手 靠濕手解鎖 濕手 我不能擦乾再解鎖 你也可以慢慢 你可以擦乾再解鎖 對啊 我擦乾 我速度就比較慢 但是你通常手濕的時候 你旁邊不會有衛生紙 我擦褲子喔 OK啦 也可以喔 好嗎 來 那我們先比 第一個 最簡單的 好 第一個是什麼 放在桌子上 對 放在桌子上 來 裁判 裁判 那你們要我用哪一隻 你隨你選啊 對 所以如果要贏的話 OK啊 來來來來來 超快 超快的 超快 你們輸定 我們要舉手還怎麼樣 對啊 贏了先舉手 贏了先舉手 到時候如果放慢動作 你要哪一隻 看誰先 好 那我先派華為出來 那其他兩隻先撤 好 撤 好 放桌上 放桌上 我們要假裝看 有一幕 大家看一幕 我敲一隻腿讓你們 我也敲到的喔 來 我敲一隻腿 好 準備囉 好 3 2 1 欸 欸 出來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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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了 出來了 好了好了好了 他可以慢 他可以慢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我輸嘛 就我輸嘛好不好 就輸了 等一下在那個 輸的被騷養連續死亡 你是不是也不要了 騷養也要了 這怎麼會不行 我要我要 好 好來 第二關 那我這次派出 先給大家看 我這次派出 那個 我覺得我會輸啦 我派出那個OPPO OPPO 麻煩你 要放在前面口袋 因為你做的時候 其實會凹住 好 真的難拿耶 這個難拿耶 不好拿不好拿 不然你們四局 早上我今天要穿棉褲了 哇塞 接手完 手機要放在桌上 才能舉手 這樣才算成功 手先兜叉 好 手兜叉 好兜叉 好麻煩喔 我不站起來可以嗎 對不對 你可以不站起來 可以去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 來囉 助理來 321 你知道你為什麼那麼慢啊 不是 這個就是 他的麻煩點 你們看嘛 他按開以後對不對 第一步 第二步你要往上滑 取得臉孔 他才接手成功 放下去 所以我就說 這一關我一定會輸 好 第三個 第三個呢 第三個我派出 三星的Note9 很厲害嗎 蛤 很厲害嗎 Note9 紅魔 紅魔跟臉部解鎖 來 手要先放進去吧 第三關是手都在裡面吧 對 大家手都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對 然後 我可以插手嗎 對不對 好了嗎 還是要兩隻手一起放進來 不要 一隻手一隻喔 好了嗎 好來 來 321 欸 欸 解不開 他解不開 拍他 再試一次 解不開 解不開 欸 給你擦褲子 你現在在擦褲子 為什麼他密碼錯誤 在擦褲子 不是 沒有換到密碼 因為你這個是濕的 那個是濕的啊 你這上面是濕的 擦一下 再放上來 我們看你多久時間 好啦 然後再來解鎖 沒有取消 現在取消 現在取消 好再一次 欸不行欸 好再一次取消 需要您的密碼才能解除 再一次 需要您的密碼 輸入您的密碼 因為他已經 他已經太多次了啦 所以剛剛 好啦 所以他剛 好啦 今天結論了 證明了 欸 他再一次一次 可以了 好啦 這實驗證明啦 指紋變出是淘汰 不要十秒 摔養他五秒就好 沒有 我自己選的是福利挺身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先左邊拍公 你 沒有 就好了 沒有 來 你三二一 我五秒就好了啦 沒有 我們最後再結論 來 計個秒吧 不要 不要計秒 你五秒 你讀秒 我要福利挺身 不行不行 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好欸 繼續錄喔 來 這要開始嗎 你十三二一 你就開始 開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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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來結論啊 其實 但是你在結論之前 我覺得 大家可以訂閱一下 Tim哥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介紹三五線上三屋 啊在算什麼 三五線上三屋 三五線上三屋 3C聽歌生活日常 Mans Game 大家要繼續追蹤跟訂閱 好啦 今天這個只是趣味 最主要就是 因為之前我們在那邊嘴來嘴去 嘴很久 就是從iPhone X的Face ID出來到現在 那我想說 我們就拍一集有趣的 我是代表這個指紋辨識 然後這是代表Face ID 對 然後 我是安卓陣營的 他應該不是 Apple Face ID 然後安卓 Face ID 對啦 我是安卓的Face ID 紅膜 對 還有安卓的也有指紋的 我就是混合的 對 好 那我今天拍出這三支 其實你們有沒有看到安卓陣營 速度都還蠻快的 都還蠻快的 欸 華為超快 華為超快 欸 你要不要拍一個真正華為 欸 華為真的超快 你剛剛怎麼了 你沒有看到華為真的超快 看這樣啊 你看喔 好 大家有看到 有嗎 1 2 3 進來 哇 超快 華為超快 大家有看到嗎 好 再一次 1 2 進來了 但是你還是要按一下對不對 沒有 我把它打亮啊 因為有訊息來其實就不用打亮了 那你如果現在都不按 都不按可不可以 這只是拿起來 有啊 進來了 我們先 喔 還是可以 超快 超快 怎樣 泡泡了 還沒有啊 他指紋也超快啊 來 指紋 來 進來 再一次 再一次 進來了 我們比一下 3 2 1 進來了 哈哈 欸欸欸 輸1秒 這輸整整1秒 但是要比慢的就是 OPPO 因為它就是前往式的 要上面 然後取得臉口 然後才能進來 所以我剛剛輸就是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要升降時間 好啦 所以就是不管 喜歡指紋辨識的 或者是Face ID的 就是 因為其實最主要還是使用習慣 也沒有說誰真的是比較厲害 對 但是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好我們拍了這一集 其實 蘋果他們一直在講說 它今年的三款新iPhone 是導入Face ID的第二代 喔 對 有這回去了 所以有可能類似華為的 沒關係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一次的影片 到時候我們就第二代PK第一代 喔 真的 但是我偏偏還要再用指紋 繼續跟你們PK 怎麼樣 可是你 那時候買新的 對 各位 他說他要換iPhone XS的Max 對啊 我會換 最大台的那台 我可能是最大台的 或者是最小台 就是反正都是選OLED的 OLED的 對 那如果 假設新款上了以後 舊款會不會降價 這個是好多人在問的 一定會降價 會降價 iPhone X會降價 所以我最近 大家問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 iPhone 8或 10 甚至於7都降價了 那我還是要買新iPhone嗎 這是我遇到最多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你新iPhone 買的是5.8吋 你就不如 你預算有限 就買iPhone X OK 對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應該只在插他CPU 對 然後攝影鏡頭的畫素 可能會有一些 加快速度 沒錯 還有電池容量 對電池容量 那其實這個 他應該沒什麼差別 對 那價格應該會差蠻多 基本上我個人就是覺得是 價格而問題 對 就是你要買 你沒有那麼多預算 你就買8或10 降價的8或10 因為降價的8或10 我說真的 現在用起來還是神塊的 喔 你玩遊戲 其實我跟你說 你不管玩遊戲 就是玩就算有3D的遊戲 都還是很快 對啊 它還是夠遠 我說真的 我換了10以後 打的那些遊戲 像以前我在用7 7的時候 打的遊戲 都是一模一樣的遊戲 對 可是其實整個遊戲體驗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OKOK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個地方 記得 有什麼樣手機的問題呢 可以去問這個 Tim哥 Tim哥3C什麼生活日常 3CTim哥生活的日常 不過現在幾乎 YouTube的所有問手機的 這個所有的粉絲 都會在你那邊問問題 對 是 然後呢 要拿迪賽的再來我這邊 買房子啊 買房子 買房子 對 但我覺得拿迪賽這個最重要 對 拿迪賽看 很紓壓 沒有就是 看YouTube影片就是開心 對 不要 我們也不是教學影片 沒錯 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 大家娛樂一下 輕鬆一下 好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下次見 各位拜拜 拜拜